在这个世界上要想让自己过得好 非常简单 让别人过好 你能让多少人过得有多好 你就能过得有多好 从前有一只猫 它以前不知道要修行 突然有一天在寺院 然后佛祖显灵了 佛祖就告诉它 一定要修行 修行以后你就可以得到成仙 下一辈子你就可以免受轮回之苦 这个猫就问佛祖 那怎么修行呢 佛祖说了 每帮助一个人就长之心为吧 每帮助一个人就长之心为吧 当你长出九只尾巴 变成九尾猫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成仙 跳出六道轮回 这个猫从此以后明白了 我帮人 这个猫帮的第一个人呢 是一个书生 精英赶考的书生 这个书生呢 盘菜用劲呢 又偶得风寒 在破庙里面躲雨 眼看就奄奄一息了 遇到这个猫了 这个猫就跟书生讲了 我可以帮助你实验一个愿望 你说吧 书生就说了 我想治好病 我想去京城 我想考试成功 我想做一方秦官 照顾一方百姓 猫说行 我帮助你实现愿望 猫用法力治好了这个书生 并且护送他走到了京城 这个书生真的当上了秦官 当猫帮助了这个书生以后 这个猫真的长了一只心为吧 猫很兴奋啊 从此以后就走在了帮人的路上啊 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心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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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猫长出第八只尾巴的时候 猫太兴奋了 只要再帮助一个人 我就能够挑出六道轮回 得到成仙了 结果这一天 他又帮助了一个人 结果帮助完以后 他虽然说长了一只心为吧 因为用了自己的功力 帮助了这个人 掉了一只旧尾巴 从此以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心为吧 掉一个旧尾巴 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心为吧 掉一个旧尾巴 两百年过去了 八尾猫还是八尾猫 猫都已经气馁了 猫在想着佛祖是不是在蒙我呀 这一天他又来到了一个破庙 还是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 看着听眼书 猫看到以后还是很不耐烦的 去精神行赛 你说吧 我是八尾猫 可以帮助你生一个人吗 书生说 我这个世界真有八尾猫吗 书生见到猫 比猫见到书生还兴奋 书生你这样给我回家 那我想想行不一样 猫就愤愤然地跟他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这个书生就觉得这个八尾猫不是神仙吗 怎么他不开心呢 猫把他这两百年修行的经历 全部告诉了这个书生 告诉完以后呢 这个不耐烦了 到最后这个猫不耐烦了 说你赶快说吧 我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 还要走呢 我帮助下一个人赶快说 书生说 不管帮助我 什么愿望你都能实现吗 你不管什么愿望 一个 我们能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你说吧 什么愿望不行 如果你真的能帮助我实现一个愿望 那我的愿望 就是让你长出第九只尾巴 这位九尾猫得到呈现 猫哭了 猫说我行侠仗义这么多年 每一个人都只关注自己 从来没有人关注我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书生这个时候 从自己家的书房取下了一个画像 这个画像画着的就是八尾猫 他说在两百年前 我家祖上 在一个破庙里遇到了一只猫 这只猫救了他 让他成为了一代圣钱 成为了一代青蛙 从此以后我家留下主续 反我家后人遇到八尾猫 一定要报答此恩 帮助这只猫实现他的愿望 在这一刻猫懂吗 猫终于明白了 佛祖死前讲的那一句话 本欲度众生 反背众生度 当你想去度众生的时候 有一颗度众生之心 在度众生的时候 度了一辈子众生 到最后发现 其实不是你度了众生 是众生度了你 这个地球是圆的 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你也一定可以帮到另外一个人 有一件事对你来讲 一种繁长 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 可能比登天还难 但是有一件事对你来讲 比登天还难 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 一种繁长 只有你先帮助了 那个需要你帮助的人 那个帮你的人才能够出现 是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配合